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要来跟各位讲解的是高中英文三名版的第一册的第十一课 我们的标题是The Best Medicine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标题Best 我们知道它是Good的最高级,就是最好的 那Medicine这个字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Medicine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名词,我们中文翻成药 那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 很多同学呢,都会误用,以为是用eat这个字 但是呢,我们药不是用吃的 因为基本上eat这个字,就是表示你要用牙齿去主角的 这个动作才叫做eat 那当然我们不会把药呢,把药丸拿来在牙齿之间呢 在那边咬动 所以说呢,我们说药,我们是用服用的 那服用药,服药呢,动词就要用take medicine 好,所以呢,这个要请同学特别注意到的 我们吃药的吃,动词要用take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第一段的第一句 The human body has an amazing ability to heal itself 好,human body,就是我们这一课的主,这个句子的主词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人体 它说呢,我们的人体呢,有一个amazing ability 那我们先看这个字,这个字呢,念成amazing 它是一个形容词,我们中文翻成惊人的,令人吃惊的 表示呢,它呢,是非常非常让人家出乎意料之外的 所以我们的人体呢,有一个非常amazing 好,令人吃惊的能力 那ability这个字,来我们看看 ability这个字,同学应该是蛮熟的 它的意思叫做能力,或者是一个技能 那这个字,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从able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那able呢,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形容词 好,那通常我们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曾经学过 各位记得吗? be able to,后面接原形动词 这个pain其实就是can't,能够的意思 好,所以呢,它说呢,人类呢,有一项惊人的能力 什么的能力呢?to heal itself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字 heal这个字,好,这个字呢,其实不难 它只有一个音节 ea,念成e,发长音这个字 我们念成heal 那heal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成愈合 痊愈的意思 那这边nd要提醒同学的是这里的to 它其实是一个不定词片语 to heal itself 它自己呢,会愈合 自己呢,会痊愈 那这自己会痊愈的什么东西呢? 这边的不定词片语 当作形容词 用来修饰前面的这个名词 那这个名词就是能力 好,所以这个不定词片语 提醒同学哦 它是当作所谓的形容词 好,所以人类的人体呢 有一个非常经能的 自己愈合的能力 好,接下来 According to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adison The human body can naturally fight off 85% of all illnesses 好,我们看这一句 好,一开始呢 我们看到这个片语了 这个片语呢叫做 According to 相信这个片语呢 同学应该也不陌生了 According to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所谓的根据 所以呢,根据呢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adison 那我们看这边有特别 你们发现 它是个谐体字 表示呢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那新 New England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 新英格兰 就是英国 那这边有一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必须要注意下的 这个字呢 就叫做 英文我们念成 Journal 好,那Journal这个字呢 当作名词 它可以当作日报 杂志 或者是期刊 尤其是一些学术上面的期刊 我们英文就念成 Journal 所以呢 他说呢 有一本呢 叫做新英格兰的医学杂志 好,这个Madison 就是跟医学相关的 好,根据呢 这个这本杂志呢 The Human Body 好,这个人类的人体呢 Can naturally 好,naturally这个字 叫做自然地 它不是人类 靠着外力去介入的 它是自然产生地 天然地 自然地 英文念成naturally 那这个字我们知道 它是从Nature 自然这个字 演变过来的 我们在Nature的后面 把E去掉 加上Al 就变成它的形容词 中文 我们就翻成天然的 所以呢 它自然地呢 可以怎么样呢 Fight of 这边有个片名呢 这个片名呢 我们不妨 也要把它记一下 注意哦 是两个F哦 它的意思就是 抵抗 击退或者是治愈 所以我们的人体呢 它可以抵抗什么东西呢 80% of all illness 它可以呢 去抵抗 85%的 好,那%这个字 同学应该都很熟 它的分 意思就是 1% 或者是百分比 它可以呢 对抗 抵抗 85%的 全部所有的疾病 好,那疾病这个字呢 就是 Illness OK 叫做 身体不适 或者是我们中文呢 可以把它翻成 所谓的疾病 也是可以的 好,那相对于 Illness的呢 还有一个同学 应该也蛮熟的 就是在 Sick的后面 加上 NESS 这个字呢 也是所谓的 跟病有关系的 那么 我们英文就念成 Sickness 好,接下来 我们看 这一段的 最后一句 Many doctors would add that a person's emotions and mental attitude may either support or weaken the body's healing ability 好,许多的医生呢 Would add 他们呢 会加上这一项 除了呢 人体呢 自己的自愈的能力之外 许多的医生 他也会加这一项东西 好 这一项东西是什么呢 由That 所引导的 一个名词 指句 在这边呢 主词我们知道了 主词就是 Many doctors 有许多的医生 他们会这么做 他们会怎么做呢 好 他们会把这个东西 也加上来 除了刚才 前面所提到的 人体的自体 免疫的能力之外 他也会加上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 名词 指句 好 然后他会加上什么东西呢 好 他会加上这一件事 好 这件事情就是 a person's emotions 一个人的什么东西呢 一个人的情绪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 叫做emotion 就是情绪的意思 好 一个人情绪 也是会有影响的 还有一个人的什么东西呢 mental attitude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mental 指的是精神上的 心理的 好 那相对于mental 精神上的呢 我们要学一个字 这个字叫生理的 这个生理的呢 我们就念成physical 好 physical呢 就是生理的 或者是物理学的 我们英文念成physical 一样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都是al结尾的 因为al结尾 有很大的时候呢 它都是一个形容词 好 所以呢 它说呢 跟我们的 生心理的 什么东西呢 attitude 好 attitude 这个字很重要 attitude 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态度的意思 所以说呢 我们医生还加了这两项 一个人是 一个人的情绪 还有一个人呢 心理的状态 跟态度 may either support or weaken 好 这边有看到没有 either a or b 好 那这either a or b 就是不是a 就是b 他的意思就是呢 他不是支持着 那么就是把它怎么样呢 叫做减低 降低 或者是减弱 来我们看看这几个字 第一个 support 就是支持 他的相反词呢 就是weaken 好 那weaken这个字呢 就是削弱减弱 那如果同学有比较 自慰看的话 我们叫做weaken 其实它是从weak 这个字来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就翻成虚弱 再加上en 这个字为之后 就是变成是削弱的意思 好 所以呢 他呢 不是呢 支持 那么就是呢 会使我们的身体的 治愈的能力呢 衰退 所以说呢 一个人的情绪 跟他的心理的状态 或者是心理的 这个态度呢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好 那么呢 我们这一段呢 就先讲解到这里